带太多名牌没报税 强国大妈赔税又海关 地表最深谋的强国大妈又出头了 这次热事的地点是在纽约 55岁叫杨红的中国妇女陪两个女儿 从法国飞到纽约 入境时还关发现她女儿 带了不少名牌包 手表还有大衣 综价超过16万美元 却没有依规定申报 杨红进拿纸条告知 海关人员电话还说只要放了他们 就可以拿到1万美元和手表 正直的海关姐顾离去 偷偷带着录音笔回来 大妈看她不为所动 竟然加码说愿意赔税 还要带她去中国 最终当然是失败收场 杨红之后在周末要回中国时 也被逮捕 动新闻看了照片 海关我懂你的心情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